小小的一个犹太王国里面的犹太人的王 对了罗马政权能有什么威胁 而且如果主耶稣真是一个王 那个时候很明显 他的生杀大权都抄在一个人的险座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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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大家有点跟不上 我现在谈的都不是人家水果点心的问题 我现在谈的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我的意思也就是 比拉多有什么好问这个问题 根本不需要问 对不对 今天好像学期结束了 大家有点了 坐在这边都在担心 等下散回都太晚 又下雨了 那我肯回归老家 今天请你们再回魂 我问你 这个问题对比拉多真的这么重要 你懂吗 假如他是主耶稣 我是比拉多 我不敢高举自己主耶稣 对不对 他是被人家说为是犹太人的王 那我呢 是罗马这个政权里面的一个群伏 群伏也很大了 就是代表该葬了 你呢 是犹太人的王 这是什么王呢 现在两个手被靠住 对不对 全身被羞辱 明显对王已经没责 而而且不是一个国家的王 是一个已经被王弄国这么多年的王 所谓的王 而这个王现在落难 张所被靠住 对不对 这个站在我的面前 我一声令令 你就去死 这个时候对我来讲 我问你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有什么重要的 我只需要说一句话 拖下去站了 我只要说一句话 对不对 对不对 信不清楚 对 更是很特别 在主的主宰底下 比拉多必须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就是罗马法律 他去支持一个神的儿子 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有没有哪个法律 我们中华民国法律 也没这个法律了 谁说他是神的儿子 致死 这不能吧 没有 有没有啊 没有 有没有 对不对 这是信仰问题 这不是政治问题 对不对 你尽量讲你是神的儿子 国家也不能把你掐给你 现在大概清楚没有 对者要合法的执行这个法律 照着罗马的法律 他必须问政治问题 但事实上你要知道 这个问题对比拉多 不要说对遥远的干扫 对比拉多也都毫无威胁 比拉多真的这么紧张 不过你这是 你等一下就 不会的 记不清楚 比拉多甚至不需要 亲手执行 比拉多只要 他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吗 像下 这样还是这样 像下 比拉多只要举起手 像下 像下 不抓我 不抓我 听不清楚 我的意思就是 就这实质上 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 毫无威胁性 对不对 但是就着 就着 这个 罗马的法律 要来合法执行 他必须要治他 给死罪 有一条条路嘛 所以他也问了一个 这个问题 你是犹太人的法 对不对 好 这个主耶稣也说了 你说的事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是连牵涉到主的工作 前面是连于主的身位 后面是连于主的工作 听不听到 主在他的身位里面 带着神性 带着人性 进到死里面 对不对 来到这种东西 就是只是进到死里面吧 然后你记得 主在那里说 我要带着人性 生天 复活生天 所以他说 我要和大能者 一组的架着云尔来 这就一下子跳到 有一天他要在 他要再来 他要做什么呢 都连不上 做王啊 做王啊 做王 做王 哈雷 哈雷雷 做 那天他不再不再是奴仆 不再不再是囚犯 他是 他不再不再是 只是一个小小民族 王国的人的王 他做 全帝的王 全帝的王 好好玩 太好了 哈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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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雷雷雷